好 目前俄罗斯国防部最新消息说是根据情报显示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正在大规模的离开阵地并放下武器 另外从昨天开始俄罗斯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就已经开始撤离 刚刚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所有的俄罗斯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都已经撤回俄罗斯境内 就俄罗斯老百姓来说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理解和支持这个政策决定的 俄罗斯这个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和结果显示 73%的俄罗斯人呢 他是支持这个普京总统关于承认这个乌克兰东部 德尼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关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决定的 俄罗斯特别是电视媒体 今天也一直在播这个相关的新闻 包括这个普京电视讲话 而且也连线前方记者和实时报道前方的一些情况 这个目前这个市场包括这个街面的反应就是这样的 另外从市场来说的话 墨斯克证券交易所这个数据显示 今天早上这个股市早安低开 墨交所的指数呢就是下跌 大概到这个10% 墨斯克时间7点的时候 指数报是2787点 11点 一个小时之后 指数是2736.65点 在开市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呢 就是墨交所呢就宣布所有市场交易暂停 目前呢就市场已经恢复交易 但是重启交易之后呢 这个股指呢基于重挫 半中跌幅呢已经超过了40% 一个小时之前 墨斯克时间一个小时之前 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股指 就是以美元计价的俄罗斯交易系统股指呢 下跌接近50% 还是比较厉害 另外呢 从货币市场来看 俄罗斯的货币 卢布会对当天出现急剧变化 另外呢 你看他有部分银行的这个网上系统 这个 把这个卢布 卢布换成美元的这个功能在线申请呢 已经不起作用了 在把这个卢布换成美元时 这个它这个程序就会出现 这个服务暂时不可用的这个提示 最新消息是俄罗斯银行呢 就是发布公告 就是为了稳定这个金融市场 银行决定下场当天干预外汇市场 为银行也提供这个额外流动性 这个公告就说是 银行竟通过使用所有必要工具 来确保俄罗斯金融机构的稳定和业务延续性 俄罗斯银行和金融机构 对任何情况都有明确的行动计划 对应该是不安适的 如果大方的行动 可以有点消息 就会让我们下来了